叶巴萨萨 叶巴萨 我们收到了一则留言 叫做 敢 一个鬼逆称师要多男曲啊 她留言说 哦 我一不小心就听完全部诶 我可以跟阿强当朋友吗 想报名 然后她后来又更新了 新的一集 阿强的歌曲让我上班笑 咻 p 阿强的歌曲让我上班笑出来 哈哈哈哈 这个观众如果不是我们的朋友 那他真的是满挺你的 他就是每次都因为你而留言 我很感动,我爱你,谢谢 那你要跟他当朋友吗? 我一定可以,我这个人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朋友 请拜托当我的朋友 男朋友吗? 可以,什么都可以 男朋友也可以 男朋友,女朋友 还是刚认识的朋友 这是什么? Maskar的歌 还在Maskar 我刚刚没有想到是这首歌 我觉得好恶手啊 好烦哦 有什么好笑 好,欢迎回到色情守门员,我是石稿 我是小迪 我是阿强 耶~~ 欢迎非来 咕咕咕咕咕 没有音效而已,少了点什么 想说你应该会叽叽叫的 不得慢完整的可以 这样可以吧 不错不错 这样才有开始的感觉 你那个叫声才是本体一期 好的,然后欢迎大家又回来色情守门员 然后有听众其实有在问说 为什么我们这一两集前面都会叫一声 不然是喵啊 還是什麼有的沒的 那這個原因呢 其實非常有技術性的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遠端錄音 所以我們會先數123 然後叫一個 一起喊一個口號 這樣最後在剪的時候 比較好對在一起 就是這麼無聊 沒錯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挺深的 不然想說 這個節目怎麼每次都開始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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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準備要問你們一個問題 請問 請說 這是你們最近跟家裡人的關係還好嗎 聽起來你應該是不太好喔 如果我要分享自身經驗呢 好 那我先說好了 我應該蠻正常的 我沒有怎麼樣 幹 好那換我換我 你說 我也只有一個啦 在家已經兩週了嘛 然後今天早上不小心 小小凶了我爸一下 因為我在報營收工作的事情 然後我爸一直要我幫他看什麼衣櫃 怎麼樣 我說你等一下 我這個有時間壓力了 我說你有時間壓力嗎 然後他說我是沒有啦 我說那你等我一下嘛 就這樣 就一句口氣不好啦 對 我很抱歉啊爸 很抱歉 那我是 我自從疫情開始之後 我就沒有再跟我媽媽講話了 欸 欸 為什麼 我們就大吵了一架 反正因為他一直很失控 他都一直想要跑出去玩嘛 然後我就一開始好好跟他講 叫他就是待在家 然後後來生氣罵他 反正我軟硬兼施 吵了一架 就是兩個人怒吼那樣 之後我就再也沒跟他講話了 然後他今天現在不知道人跑到哪 我已經不管他了 我不管了 在家其實挺悶的啦 有點無聊 對 欸那順便再問一個 你們最近最快樂的一件事是什麼 啊啊 我最快樂的事情是看Netflix上的 Blackpink的紀錄片 哈哈哈哈 欸我的跟你差不多 我最近是在聽twice的那個 Alcopol Free 喔那首歌也蠻讚的 有上熱搜 喔喔 啊史高呢 我到現在還想不到 哇 我以為你會分享你的泡麵收集耶 他今天太可悲了 所以你就不說出來 是幹嘛一直生活都蠻快樂 沒什麼煩惱 屁咧 他最近人生心低吧 等一下就知道了 對啊 我覺得我很平耶 就是我覺得現在我的生活狀態有點太平了 就是 對就是 太平鋪 直樹 沒有我跟你講 他那個平是 就是在負100的一直平下來 喔 他已經平到就是 已經無感了 對 喔 你說在一個低谷裡有平 對對對 所以我們今天本集目的是希望他可以把他從低谷裡面拉出來 欸 好啊好啊 我覺得其實也不是不快樂 是因為就是現在太平了 就是因為你都在家裡 然後你上班睡覺生活齊居 所有事情都在家裡這個空間發生 所以你有時候就不會特別感覺到心情上面有一些波動 所以因此呢 我覺得就我就患了一個疾病啊 新冠失眠 新冠失眠 這不是假的喔 就是這是真的有一個學 就是大家這樣稱呼這件事 對喔 我覺得我很嚴重耶 新冠失眠 我來為大家稍微講解一下 好的 請說說看 就是因為現在一直待在家嘛 就你什麼東西都被打亂了 然後其實這段期間很多人發現他有失眠這個狀態 就可能相較於疫情以前失眠人數增加37% 這可能是全球的數據 或者是美國數據 就不是台灣的 可能是因為我們一直在家吧 然後再加上你可能也會一直滑手機啊 然後越來越晚睡啊什麼的 就造成這失眠的狀態 聽說我們這裡三個裡面有一個人好像還蠻嚴重的 我們請他來分享好嗎 好的 好痛哭啊 我刚才以为要cue我 因为其实我也有这个疾病 你也有吗 我也有 所以其实我们三个人 只有一个人没事啊 小迪其实就我所知 小迪都还比我更晚睡 是吗 心中想数字 我们123 喊那个数字是几点 好我们都几点睡 123 4点半 对 你说5点半吗 其实差不多 还5点 我4点半 我差不多 我4点半也是上床 然后昏昏明明 5点 你呼吸中止症 你还在那边胡搞 求你好好睡觉好不好 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状态 就是还真的就是在家 容易都摸西摸 然后因为我现在有两台电脑 摸哪里啊 上摸下摸 上摸下摸 左摸右摸 因为我两台电脑 一个手机嘛 我就在三个屏幕中间 一直切换 然后得了一个这个荧幕 这个上影证 但最近要早睡啦 就连续两个天都被我爸抓到 你说他起来了 看你还没睡吗 对 尤其昨天蛮尴尬的 刚好可能在拿卫生纸 就是想说 我进入一个自己的死领域了 但不是在做那件事啊 就是可能要查东西之类的 然后我爸就突然进来 然后我吓一跳 很像那种做拍摆机 被老爸抓到的感觉 哎哟 你爸是会突然间闯进你房门的人 因为我房门都不会关 因为家里有一只猫 对啊 都不能关 我也会被我爸抓到耶 抓到什么 然后你在干嘛 就还没睡吧 然后那时候是我爸起床的时间 他房间坐在我的后面 所以他就可以看到我这里有光 我被臭骂一顿耶 他就说你现在就是仗着你年轻在胡搞瞎搞 你以后一定会很惨 然后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在那边说 好啦好啦我要睡觉 他就说你一定会 你以后一定会很惨 然后我想说你到底要去 他很生气耶 那你觉得好好笑 因为他真的是这样嘛 我没有 这就是真实的状况 哦 不过 因为你刚提到的 这个应该有点算是 在家荧幕使用时间增加吧 因为好像新冠失眠之所以 大概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增加荧幕使用的时间 然后第二个是遗失时间感 嗯 我觉得我就是遗失时间感 这是这块的 因为我生活 我就是没有被切开的感觉 因为以前你可能上班 你会坐捷运 然后去到工作的地方 然后下班可能 哎 忙了一天 那你发现同事都走了 所以然后去吃个饭啊 然后就离开 就是又再坐捷运回家这样子 嗯 就他有一个场景的转换 但今天在家里呢 对我来说就是只有起床 刷牙洗脸 然后走到树桌 然后就是一整天 就是这样子 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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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过了 对然后就在这中间 没有任何人会切断你这个时间 然后你就是这样一路一路到 然后可能 等我下一个有意识的时间点 已经12点一点了 你有意识的时间是4点吧 是吧 对有时候会到30点 4点才开始自己自我审思 这个方式好像有点问题耶 对我最近在审思啊 感觉不太行 这样子好像有一天 我可能就直接GG了 可是到底该怎么办啊 像目前你们是不是都没有解法 我今天就想要解决掉这个问题 今天一定要有一个结论 你们两个要如何改善你们的生活 提出来 可能迟迟吧 吵了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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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那我也有个解法啦 我觉得我最近找到了 就是戴上耳机 然后要蓝牙耳机 就可以改善 我的问题是我家太多干扰了 就是我爸妈我奶奶啊 然后他们就是会一直冲进我房间 轮番的冲进我房间 然后还有我家的猫 就是跟我聊天啊 然后叫我吃水果啊 拿酒精消毒啊 就各种 對所以我會一直被打斷 然後我很難進入一個自己的領域 然後很專心的做很 就是我要做的事情這樣 對然後我帶了這個ApplePods Pro 相照功能 非常的優秀 然後但同時你又可以聽到外界 有了跟你講話 所以是說其實你 推了一個藍牙耳機 原本這麼晚睡是因為效率減低 所以你就會事情拖到很晚是這樣嗎 喔這是其中之一啦 可能會早一個小時吧 有講跟沒講一樣 我等一下要把這整段全部剪掉 那你有聽過小迪買AirPods的故事嗎 我沒聽過欸怎麼了 就小迪他上禮拜問我說 現在AirPods 1要買AirPods 1還是AirPods 2 因為他就在決定他要買哪一個 對然後我就推薦他 現在當然是因為AirPods 1其實已經出很久了 而且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因為我身邊蠻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有用AirPods 1 但是最後都壞掉 他可能最後幼兒都會沒聲音然後就壞了 所以最後我們大家都換成AirPods 2 而且價錢上可能比較便宜一點 4000多塊吧 就是你要先講一下你AirPods 1的故事啊 等一下現在故事欠太多了 我等一下再補充 那總之就是反正我後來就一直推小迪說 我們都用AirPods 2 所以你就是買AirPods 2就好 不要再回去買AirPods 1了 然後他昨天他就敲我跟我說 喔AirPods 2好屌喔 因為小迪以前是用AirPods 1的 然後他就跟我說AirPods 2好屌 然後他用盒子才發現他買的是AirPods Pro 哇 這個人對價錢的敏銳度非常低啊 AirPods Pro在價錢 他媽是兩倍啊 可是我跟你講我要解釋一下 我嚇死了 我這個價錢敏銳度 他跟我沒有寫2啊 所以我就直觀的覺得喔 我之前買的那個叫1 那這個右邊應該叫2 那這是要騙你這種人欸 但的確 雖然我不小心買錯了 但這個的確 這個體驗跟這個價值 我覺得這個價值是 對真的是很不錯的 只是他價錢真的貴很多就是了 那我在這邊推薦大家一下 因為小弟剛買AirPods Pro 那我就很興奮的在IG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說我用UDN購物便宜1000塊 比Apple官網便宜1000塊 然後我朋友就密我說 那個在PC Home上買更便宜 好像只要5000多 然後又有一個朋友密我說 傻了去Costco買最便宜 我買4000多 差好多喔 很多欸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導購能力應該是不錯 所以有那個電商平台 歡迎跟我們合作 可以幫你宣傳你的平台 然後再回到剛剛阿強打岔的那一段故事 反正我那是AirPods 2 就是反正我後來我AirPods 1壞掉之後 就好一陣子我都沒有耳機了 我女朋友就送我一個AirPods 2 然後我就也弄得很開心 然後就可是買沒多久 我有一天就是在大便的時候 我就帶著耳機去大便 然後大完便嘛 然後那個動作其實非常連貫的 就是你大完便 然後就是要去洗澡了 然後我就是在脫衣服前 我先按下沖水 然後再來就下一個動作就是脫衣服 就在脫衣服的那一剎那 那個衣服去勾到耳機 我的右耳就噗咚的掉到馬桶裡面了 水已經再沖了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我的耳機 掉在我的咖啡色的東西上面 水龍捲 然後大概我就愣了三秒 我覺得我其實那時候當下 如果我很下心來把手 往下去抓 我應該救的回來 我可以省兩千多塊 對但是我當下覺得 幹好噁心喔 我在那邊腦中糾結了一下 我就看著我的耳機被沖走了 然後我就後來又沒有耳機了 看著一個水龍捲把你的耳機帶走 好像過了過一陣子才跟我女朋友講 又不敢跟他講 被罵 被罵爆 我不是跟你說 大便不要滑手機嗎 然後還因此去問同事 你大便會不會滑手機 我還做一個試調 就發現大家大便都會滑手機 對是這樣沒錯 但大便不會帶AirPods 小迪問你 你會把它撿起來嗎 我會用手去撈 對跟大家分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牙刷丟到馬桶裡面的經驗 然後我把它撿起來 然後洗一洗 繼續刷 哈哈哈哈 我小迪真的是很不錯欸 但我洗得很乾淨 勤儉持家啦沒事 是牙刷嗎 算了就是牙刷 你說他勤儉持家 可他才剛隨便亂買一個AirPods Pro 對價錢沒有敏銳度 對啊這哪裡勤儉持家 好啦算了牙刷有點噁心 牙刷應該丟不丟 哈哈哈哈 你不是說你已經刷過了 不知道好像太多東西掉馬桶了 哈哈哈哈 眼鏡很常掉就是 你為什麼眼鏡會掉在馬桶裡 就跟思考一樣吧 滑手機啊手滑 為什麼 我跟你講有時候滑完手機 你在那邊脫衣服有什麼沖水 就是一切都混在一起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出問題這樣子 對對對 反正最後一個結論是 如果有聽眾你的AirPods 不管你是單耳 就是如果有不見啊 或者是掉到哪裡都沒有關係 他都可以再另外買單耳這樣子 你只要帶著你的盒子 然後跟你的另外一隻剩下的耳機 然後都可以用一個比較便宜的半價 去買到另外一隻 所以我大概沒有耳機了好幾個月 我就慢慢存錢 然後後來存到了兩千塊 我就去把另外一隻耳機買回來了 對所以我最近又有耳機了 YES 那你之前不敢跟女友講 就是因為要存錢把它買回來嗎 對就是因為我知道一定會被罵 而且會被罵爆 果然也被罵爆 所以是他自己發現的 沒有後來我還是有承認 因為就是一直都沒有耳機 會被發現嗎 我就想 怎麼最近你都帶有線的 因為那個 畢竟是女朋友的心意 你就等於是把人家的禮物弄丟 真的耶 載到賽裡面 對 這樣聽起來其實超缺德的 我把你的禮物放在賽裡面 聽起來超缺德 在這邊鄭重向 女朋友道歉 不好意思 好的 那我們這一集呢 其實阿強也整理了不少有趣的新聞 要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請阿強來開始吧 有趣嗎 我不知道有不有趣 但是我整理了 我感覺很有趣 我看你這個整理 先打消毒針 好那我先稍微說一下 第一則 反正就是上次不是有講到 美國跟Tinder合作 只要你打疫苗 你在交友軟體上 就會更無往不利嘛 結果沒想到英國就立刻也跟進耶 不管是跟Tinder還是Bumble 就反正是市面上 一些比較大的交友軟體都有合作 然後我就看到這則新聞之後 然後就發現 又延伸出了一個 就他們有孤獨大臣 這個職稱耶 就是這個官員 他顧名思義 就是要負責減少人民會感到孤獨的政策 可能這一年阿 因為就是武漢肺炎以來 其實大家越來越感到孤獨嘛 都只能一些線上的連結 然後你要一直關在家裡阿 你就可能要更正視到自己內心吧 就你可能之前會被其他東西刺激到阿 你就會忘記自己本身擁有的痛苦 然後結果現在就很多人發現自己本身有很多問題阿 喔我為什麼講到孤獨大臣 喔我只是覺得這東西很酷而已 然後我就發現日本也有孤獨大臣耶 就好像今年吧 今年新指派的一個 就因為日本實在是孤獨死太多了 然後好像最近什麼指派了一個孤獨大臣 所以我就想要再度延伸出來 就如果你是孤獨大臣 你會制定什麼樣的政策 你就會怎麼樣能夠減少別人的孤獨 喔喔 喔欸我先好奇 感覺上日本的孤獨大臣跟英國的孤獨大臣 聽起來在做不一樣的事耶 因為孤獨死跟活著要快樂不孤獨 這兩個已經是兩種不同的狀態了 我覺得感覺日本是他自己又延伸出孤獨死這個議題耶 因为他那个孤独大臣 感觉日本也更多孤独人啊 而且你想想看 不是有很多那种 简居族之类的 就如果你是孤独大臣 你会发表什么政策 因为我其实自己没有想到答案 我只是想说先丢给别人 对我觉得很难 我觉得这个问题又让我想到 我们其实聊了这么多集的事情 其实都在想说 比如说我今天是一个男生 要怎么让男生可以脱颅 脱单这件事情 这其实我记得 反正到现在我们目前 应该都是偏无解 那都看个人嘛 那如果我站在一个帮助的角色 我到底能做什么 可以帮助到他呢 我知道 把色情守门员当成国小教材 从小开始听 那我们可能会得到很多家长的 你们的节目很优质 说你在带坏小孩啊 什么之类的 我小孩整天在那边 豆麻棒豆麻棒 压棒到下 压刷 压刷掉马桶 还可以继续刷 谁教你的 不行啊 这政策太烂 我不会 我身为内政大臣 这题 哦 我有点像吧 大臣你说 其实刚才阿强讲孤独大臣 然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他好像会先接年龄 然后想说啊年轻人就 就站在一起做杀尿牛玩就好啦 就是全部混在一起 那就是玩家有软体嘛 我刚才下一次直接想到的是老人跟小孩 对因为如果其实从政府来规划 感觉一定是看一个整体社会现象嘛 然后我其实以前有听过一个国家 我忘记哪个国家有这个政策 还是有这个创举吧 就是让老人跟小孩可以在一个同个环境 然后做互动 对对对对对 那个状态是说因为白天的时候 爸妈其实要出门上班 然后小孩就必须要脱婴嘛 如果小朋友太小的话 刚好老人可能是孤单老人 或是他们在老人院的等等 就刚好让这两个族群可以合在一起 寒衣弄孙 然后又多一个爷爷奶奶 就对爷爷奶奶来说是好的 但对小朋友来说也是好的 增加幸福满意度 这其实蛮棒的耶 这个很棒 好你就孤独大臣 那如果台湾有这个可以投我一票 就是小迪 小迪大臣 谢谢有两票 小迪 我是完全没有想法 我只是想问别人 就是要去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模式 好像还是很难耶 对啦 反正就因为疫情嘛 因为我们现在也终于被疫情这东西感染上了 所以就越来越能感受 就以前是有点在看别人笑话 现在笑话发生在自己身上 然后就开始有实际的感受到一些 风尘下的寂寞感嘛 所以就最近呢 交友软体就变得很行 因为大家都没有办法跟别人有失职接触 所以就变得很寂寞嘛 就要来玩交友软体 因为我就很久没跟人家讲话啊 就有时候一整天都不会跟别人讲到话 所以我就会玩good night嘛 然后我发现我最近很常是在白天的时候玩嘛 然后就超常都遇到其他人 就是他们自己在做别的事耶 就可能有人在做蛋糕啊 有人就在做自己的事 但他们就说 他们因为也是一整天没有跟别人讲话 然后就只是想要有一个运动自己的喉咙吧 之类的 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耶 这就又衍生出了一个东西叫做虚拟性交 现象性交 因为好像是说什么根据一份美国调查 就有58%的人 曾经在疫情期间进行虚拟性行为 其实刚才阿强讲到虚拟性交 我还想到一些科技下的产物 可能是因应远距离的情侣 那你们要怎么牵手来亲亲 好像一个嘴唇嘛 所以假设我跟我女朋友在美国好了 我可以亲那个机器那个嘴唇 然后跟他伸舌头还什么 然后他会反映在那个远在美国的女朋友的那个机器上 这个好像是日本人发明的 我有看到那个影片 他就是你舌头怎么动 就会那个机器就怎么动 所以你就会真实的反映你那个舌头的角度 给你的女朋友 或是女朋友反映过来给你 很有趣耶 而且后来就延伸出 既然有嘴唇的 那就一定有跟性交有关的嘛 虚拟性交的 所以就有针对生殖器那边的 对那他的原理好像就是 可能也许男生就是对一个虚拟的一个地方 然后做一个行为嘛 那女生那边就是接收方 你的速度多快 然后怎么样 好像就会影响到 对彼此的那个震动感 就是性爱机器人嘛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虚拟性交 其实延伸出来 感觉会有很多穿戴式装置 我觉得感觉现在美国应该有很多这类的产品 毕竟他们就已经发生了一年嘛 而且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是说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才刚开始在家工作 然后其实大家就已经有一些反馈 反正这就是一个新形态的生活了 然后美国因为经过这一年的洗礼 那今天Facebook我就看到他们有一个Facebook的CEO就有说到说 他其实未来可能这就会变成一个Facebook工作的常态 他们可能在未来的十年计划就是让可能一半的人几乎都是在家工作这样子 对就是这是一个全新的生活形态了 讲到这个生活形态 我就看到Airbnb好像在那边觉得说对他们的未来抱持着很大的那个叫做阳光吗 还是那个叫做好感度 哎不对我在想什么 反正就是说 乐观 用字抽不精确 阳光好感度 我觉得很好感 心中是不是想着别的男人 有个大男孩在你心中吗 他就说因为就是你在家工作嘛 所以你就不会被限制在一个地方下 就是可能工作旅游会越来越盛行 他们就说他们觉得对于这部分抱持蛮大乐观的 但那你们喜欢在家工作吗 喜欢吗 我好像偏不喜欢 我有时候就会想说是不是我是死亚洲人啊 就是我就是一个死劳工没有劳权的人 所以我就会很想要就还是想要有到公司的生活 然后像那种美国高级人种他们就很自由啊 然后所以就可以默默的很习惯在家工作 哈哈哈哈 对讲出一些自己的 就是有一些人生就是社会不公义 就是必须要面对到人种的不同造成他们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嫌我们自己的空气怎么那么糟 还怎样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制造厂啊 那欧美国家就已经爽爽过 他们都把工厂外移到别人 哈哈哈哈 工厂都在我们家 工厂都在我家旁边 哈哈哈哈 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角度来分析这些 是吧 就是帝国主义啊 就是已经早就发生了 现在已经太迟了 除非建造一个新世界 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放进 我好怕被公司 我好怕被公司 好前卫啊 不是啊 诶真的是很会讲 不是啊你们怎么看嘛 你们就说啊 因为大家都想要好空气啊 就为什么啊我们空气我们那么糟 你说说看嘛 刚才聊到在家工作 现在聊到好空气 这个延伸太多了 我还最想要回答说在家工作 怎么变空气 我是偏不喜欢啊 但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理由不太一样啦 我觉得我的理由是 我蛮需要跟人家互动的 对 所以就觉得好像一整天 算跟家人有讲话 可是有时候还是跟朋友比较对盘 然后可以 对啊 频率比较对 然后就要说话吧 对啊 我是这样 对 我跟小迪的状态也蛮像的 对 我只是希望去跟同事互动 对啊 好啦 那反正有一个结论 就是搞不好脸书 他们之所以想要推行在家工作 这个原则 只是为了要省房租而已 你知道办公室地住很贵 我跟你讲 这样我不只是省房租 因为其实像他们那种高级巨头 嗯 他们其实都有供三餐 啊 少一点人吃那个钱应该是 天哪 可以省蛮多的 诶这是省超多耶 那如果我是台湾人的心态 我应该是不管怎样我都要去吃 我早上就 早上六点 然后吃到晚上 对啊 还要包给家人啊 对对对 干我看台湾人 这不知道会不会变一个趋势 对我曾经有看过一个介绍是说 也是一个科技巨头啦 好像是Wordpress 就那个架网站的 然后他们的公司就是从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创立 然后就一直都缝红 全部远端 他全程远端 嗯 然后我记得他们的估值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字 好像这种百亿千亿美金以上的 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公司 对 对那他们有个关键点就在于说 所有的文字记录都要被记录下来 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是个行销人员好了 然后我可以借由公司的一个系统 不管去找到产品现在开发的进度 然后谁跟谁的讲的每一句话 然后所有资料都可以让我在上面找到 对所以他们把所有资讯非常非常的公开化 让大家很在同一个page上 然后造就他们 对这是一个其中非常大的关键 对对对 可是我听到说哇 你在公司不能讲公司的坏话 可能还是你都会选择就是讲工作吧 你不会在上面骂老板是猪 我现在还是很常情不自禁的一直狂骂 天哪 对但他们不是用slack 他们是用别的平台 然后而且是大家都知道说 好吧 如果大家都知道 感觉可能我就会熟练一点 对啊会熟练一点 你应该会专注于工作上的情绪 就不会是 这蛮屌的 这好突破哦 可是这没有就没有什么突然的问题嘛 就比如说我的个人老权人权 讲话权利 对这些细节我不太知道 只是觉得哇 其实这样也有这么成功的公司 好吧 反正我自己也是觉得 原端工作蛮难的 而且在家都很邋遢 每次尿尿 因为我家厕所有个镜子 我就是尿尿一尿一抬头看到自己 哇哟 我当场吓了一跳 这个是谁 这是谁啊 胡子好长啊 我觉得我们都还是偏向那种 比较喜欢人与人的连结 就是还是希望大家来公司啊 然后讲讲干话 大家嘴炮 这种好像这种生活比较好玩一点 我是觉得对啊 感觉亚洲国家要推行原端工作这件事 真的是感觉蛮不可能的 我一个朋友他是老板 然后他就说 你是不是信我的员工在家都在看Netflix 为什么啊 到底为什么会一直觉得大家都在偷懒啊 我真的觉得他们通通都可以吃屎 我认识的人还真的都在偷懒 真的 是吗 我以为大家都很认真在工作耶 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啊 没有也要看这间公司是什么公司啊 好吧 那就 所以结论是啥 在家工作不适合亚洲人 拍板定案 没有这个结论吧 开始哦 寂寞的话就多玩交友软体啦 不要觉得交友软体都是约炮软体 你还是可以好好跟人家聊天的 就是你抱持什么样的想法 你就是遇到怎么样的人 我是这样想的 这句话讲得不错 好啦 但我现在要来到下一个故事 下一个故事很不错哦 我要来念他的标题了 交友软体安琪 近视中年大叔 男大生见面暴怒打死他 这是认真的吗 打死他 他说就是 这是在美国发生的事 就这个男的 他用交友软体认识一个网友 叫做安琪 他们见面两次哦 结果这个男的 在第二次约会的时候 竟然发现安琪是中年男性 他心生不满 竟然痛殴对方致死 所以他第一次没发现 我也是后来认真看待发现 他第一次没发现 我觉得超可怕 好夸张 你怎么会要暴怒打死他 我觉得这个好夸张哦 我先先不管打人这块 但是可能真的就是生气 他可能就觉得自己被骗 因为大家被骗都会生气 但有些人对于自己 生气后做的事 比较没办法控制 这当然就另外一件事 回到头是说 那这个中年大叔 他的心态是什么 他是喜欢装扮吗 还是说他喜欢这样子 我是觉得骄傲软体上蛮多 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人嘛 然后我自己没有很了解这一块 可是我知道有一些 可能是同性恋的男性 他们很喜欢异男 然后所以他们就会 以自己是 可能以女性的角色 希望可以和异男 有一些接触这样 但是实际上的情况 我没有到很清楚 我在想说是不是 可能类似这样的情况之类的 我其实看过 算是PTT吗 还是哪边的文章 就有写过说 就是有分生理性别跟 你可能自我认同的性别 可能如果是男生 大家如果他是同志的话 那当然是自我认同就是女生嘛 所以他不会觉得 可能我是在骗他 我是怎么样 对有些人是这个状态啦 然后我听过有些比较夸张的 他可能跟男生约会 然后而且他们还可能发生一夜情 然后直男 男生没有发现 他是男生 怎么发生一夜情 然后没有发现 完成了这个性交 黑夜之中进行吗 就分不出清楚孔洞在哪 好像都会说我要关灯 就是说要关灯 对然后就要把它夹住 然后就不会看到 这个技巧很高招耶 好厉害喔 有点难以想象啊 因为就是还是有个东西在那边 可是摸奶呢 奶要摸哪 但我没有验证过这件事情啊 但只有看过有人这样分享 就是用夹住的 其实对方好像也没发现 就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可是我觉得这件事 就是不论你对于有什么事情感兴趣 可是欺骗别人 欺骗对方就是不好耶 对啊对啊 我觉得如果是 对啊 不论你的出发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其实都非常接受 其实我觉得就是诚实啦 就用我很诚实的状态面对你 然后告诉你我的需求 然后你的需求 我觉得这样都还是比较好 因为那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交友状态 只要满足了这个诚实的条件 那再来就是你可以接受 我可以接受 我觉得都很好 因为我觉得就很多元 就不管怎样都很好 就是对啊 真的骄傲 但是用骗就不好 诚实为上色 对啊 因为之前P.E.不是都会有一个梗 是说什么 就是突然间被弹到脸 还是什么 什么 我不知道 弹到脸 就是说可能 就可能他在形容说 可能你跟对方 就对方其实也是一个男的 但你以为他是女生 但是你可能要去帮他绑鞋带 还是什么 然后被他弹到脸 因为他很兴奋 之类的 是因为绑鞋带吗 因为他也有一根 为什么要帮他绑鞋带 这有很多不合理之处 但是为什么感觉你们都有夹注过的经验 请问是有自己最默默做过这件事吗 诶 你怎么知道 我跟妳讲 以前小时候 就是那种跟我表哥 什么一起洗澡的时候 就那种大概可能 国小国中吧 然后都会把他夹注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说 你看 然后我们就会学 这我表哥教我的 谢谢表哥 有什么病啊 学什么 就是学这样 为什么 他就会把他夹起来说 诶 你看我的不见了 然后我就会很心疯 哇 好厉害哦 为什么 然后我就跟他在那边练习 为什么啊 对耶 诶 原来男生都玩过这件事 小男生都会玩这件事吧 你们到底小男生 你们到底是怎样啊 我真的是一个问号 你们到底童年都在做什么 就是对异性好奇吗 这可能是一个 我觉得是 你把他夹起来 你就会发现 诶 那我变女生了 就是那时候就很单纯 是这样想 我太震惊了 就是 对 我现在没有想到 原来这是一个常态 就你们两个都还试过 搞什么鬼啊 证明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 反正就是 虽然别人暴怒打死对方 绝对是有错的 就他感觉自己 本身可能情绪管理 有一些问题 但是交友还是以 诚实为上策 是这样吗 没错 诚实就好 诚实中 好 下一题 男女间有纯有衣 没事 下一题 那侯之间呢 柯文哲 好啦 下面一题 就是在进行调查之中 发现了一个 极度靠腰的交友软体 这种Gaper 是G-A-P-E-R 然后就是Gap 然后R嘛 所以这个顾名思义 就是一个年龄差距交友 他说就是爱情 不是借由年纪 只要有爱 不管你几岁我都可以 然后所以可能就是对于 有一些对于年龄差距 比较有兴趣的人 他们就会 想要专攻这个市场吧 我觉得很屌 我下载了 然后玩了一下 但目前 你还下载了 我很震撼耶 这个玩法也可以搞得出来 然后他还一直特别的强调 就是说 不是建议女生来这里找一些糖果爸爸 但我是觉得 目前我那个filter是调说男跟女嘛 然后男就几乎全部真的都是40岁50岁以上的男生 然后女生的话都蛮年轻的 所以是美国吗 这个软体是 感觉是美国耶 对 那我自己下载 如果你们有兴趣也可以下载喔 已经下载了 马上下载 我现在太好奇了 我看到他界面其实就是 你会看到一个list 然后上面有很多个人的profile 大头照 然后也有这种 喜欢不喜欢的一个玩法这样 之前不是有一个 跌破大家眼睛的野孙脸 这也是我今天想认真探讨的一个 那个很扯耶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最让我感到非常震惊的是 就是那个他的对象女生是 就是那个爷爷的朋友的女儿耶 我觉得真的是我如果是他朋友 我一定把他狗腿打断耶 我记得新闻一直说他爸爸很生气嘛 其实可能很不能接受 虽然的确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去评断别人的感情 只是我今天就是想要超脱物外的 询问你们 就是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你们身上 所以这样有点像是 如果今天小迪的女儿 然后跟我在一起 没有先在这边跟大家讲 就是不管我有妹妹还是女儿 都不会告诉我朋友的好吗 要保密啊 所以我有妹妹我不能说 没有你已经讲了 你在第零集还是第一集的时候就讲了 哦这个我们已经讲了 没有该下手的都下手 选择性的对一些人不讲 所以看阿强问的问题是 对啊可是看来你就是说 你都会把大家保护得很好嘛 这个真的遇到了我觉得我会很痛苦 如果今天我的女儿然后被我撞见她跟小迪 然后手牵手去吃麦当劳 我好痛苦喔 没事啦我带你女儿出去晃晃喔 不要 我真的没办法 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在那个当下 你该怎么办 你也没办法拆散他们啊 我们会不会每个探讨的话题 结果都没有一个结束 只有我们都没办法解决啊 太痛苦了 我觉得老实说我没办法接受 就是我觉得年纪要看差多少 因为如果像已经差41岁了 我觉得那我朋友可能六十几岁 那我女儿就是20岁 就是真的没办法接受 因为我朋友都已经 就跟你一样 身体上或心灵上 对啊没办法陪伴我女儿一辈子 所以我觉得一定我会是阻止的 对 那如果那个人不是你朋友勒 他可能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对超有钱台湾首富 我觉得可以 好像没办法接受 可是我现在突然想到 我那时候生理上没有办法接受 是那个爷爷真的就是 长得像爷爷的样子 我觉得假如如果今天是 长得像乔治克隆尼还是怎样 绝对是可以啊 那个就是一个爷爷的样子 差太多了 女生才20岁吧 我觉得尊重别人啊 发生在自己身上比较难接受 但我觉得刚刚听你们这样讲起来 其实那个爷 比如说你们今天是你们的女人 那个爷其实只要符合一些条件 我觉得看起来你们也还是都可以接受 对啊 就是他可能第一个是 是很有钱嘛 然后再来是他其实长得帅或是怎么样 就是你自己妈妈本身自己也蛮喜欢的 看起来你们就会接受这件事了 但我知道人在选择恋情上 其实的确会有这个年龄上的偏好 但是通常跟小时候以前的家庭关系 或是你遭遇到的状态有关 然后我知道有些男生特别喜欢年纪大的女生 然后也有女生特别喜欢年纪大的男生 所以那真的是他们一个选择 他真的喜欢 对 他们的选择偏好 现在弦璇就一直被抨击啊 可是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要抨击 弦璇就只有资格可以一直找到这些帅哥啊 这倒是 你一直讲人民感觉最后你会剪得很辛苦 你把他逼掉可能可以 我的猪达哥煮的是什么 我觉得反正就是忠于自己的选择啦 那我们其他人其实也是在旁边化修而已 就是再怎么不能 就是你不接受啊 还是怎么样 像对啊 我觉得那都是我们其他人的看法 对 但这其实蛮呼应到之前提到的一些 交友软体其实就是各个市场 它就是可能每一个都是一个缩影 然后这边的人可能都怎么样 然后那边的人可能都怎么样 对啊 其实它都是 我觉得受众好像都不太一样 对耶 其实我发现交友软体有这个趋势耶 就是从本来一个交友平台 什么都有 什么年龄的人 然后不同种族的 然后一直到 诶 分得很受众 同一样的在发展 甚至玩法也独立出来了 对啊 对啊 其实都是为了不同的需求而生的 有耶 像最近Facebook就也想要搞交友软体啊 而且发现好像还就是 可能因为还在实验性质吧 然后所以有些人被打到的实验就是说 哦 这个是一个语音交友 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视讯 就是视讯交友 然后我想说 诶他们也太慢了吧 台湾都已经语音交友红成这样了 哇 但Facebook来做这件事情 感觉会非常强 对啊 对啊 我觉得最近Facebook感觉 这几年也就是没什么好心玩法 然后都一直做一些别人有做的事 然后感染好像也没有什么 嗯 好像变一个大龙鹿了 对啊 上面什么都有 然后越来越乱的 对啊 是不是也很红嘛 然后最近好像他们也做了一个这个像是 Facebook也出了一个功能 对啊 也出了一个功能 然后我一直看到蔡阿 在上面教什么网路经营法则 我没有想要点点看 阿强 我没有想要喷任何人 只是我不会想要再 阿强就是这么的 真实啦 什么都能聊 难怪有铁粉要跟他交朋友 阿强的世界感觉 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一些问题 没有 我对于 没有任何 我只是觉得 你就是也选一个 比较有趣的那个想法嘛 对啊 只是网路经营法 没有我是要看你赛贵吗 对啊 没有没有 我觉得其实 阿强很不错 阿强是不是有喝酒 很多泡汁 阿强就是 他其实都想喷 但他都不敢 然后就会在那边 硬是插在话中边 把他讲出来 因为我们刚才网路不好 所以三个都把私讯关掉 我觉得阿强有变活跃 对我觉得有 因为他感觉 他看不到我们 那种匿名世界里面 就乱喷 哇直接喷 喷惨了 键盘侠阿强 反正Facebook 虽然什么都做 但我觉得他现在 也许Facebook 他就会可能就是 会是我们爸爸妈妈 在上面交友之类的 对因为现在Facebook 他其实应该是说 他的年龄层 对就是一些 比如说我事业有成的人 或什么 就是很喜欢在上面 发表长篇大论啊 然后或者是 我们的爸爸妈妈 他们就喜欢在上面做互动 反正年轻人不看了 所以他出交友 可能就刚好打到这群人 说不定也是 而且本来就在用Facebook 交友的人 我觉得他们好像 就玩得蛮好的 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 早在十年前 就在用Facebook 在认识陌生人 其实没有耶 现在也超级多小孩子 他们都会有那个 网恋社团 你知道吗 我记得前任的超红 是一个就是一群都是 可能只有国校生吧 然后就在那边约炮啊 说什么他零用钱 有五百块 可以带你飞啊 之类的 就他们那个字界很棒 就是你不能加入哦 他们是很认真的 在审核那个资格 就是你必须要 真的看起来 就是国校生理才可以加入 对 哦 我之前其实有加过 类似的社团 不是 为了做市场调研 对 那个实验精神 对 但我觉得我进到的 不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社团 因为就像 因为刚刚阿强讲的 其实审核可能要更严格 对 因为像我这样 我就混进去了 然后我记得他们的玩法 有那种 敢不敢 怎么当我一日女友 然后就会有人在那边报名 然后看什么match 配对 然后或是 他们有一种配对 反而是什么 留你的手机号码 后级码 然后什么 只要跟我的家在一起 多少 例如一百 然后我们就会成为 男女朋友这样 哦 就是有一些 很妙 莫名其妙的配对 感觉就是国小生 会玩出来的东西 对 对我可以想象 如果我现在国小 我应该很疯这个东西 嗯真的耶 我却觉得 上面都是很酷的人 是在第九族 第九族 第九族 第九族文化村 那五百块真的是很多耶 很多 想起来真的是很多 对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在小学生 那个时刻 就是对一切好奇嘛 然后又接触到 现在又多了一个网络 在推播助澜 所以你感觉上 很容易可以去探索 一些很不一样的世界 我觉得其实现在这样 也衍生出很多 额哨问题 就我 我觉得他们 在自己的心智 都还没有成长 很完全的时候 所以他们就是 另外一半 或对方的成长 就会让他们 想要做什么事 他们都愿意做 就比如说 可能小女生 对方 就是那个二十岁的 成年男子就说 你好漂亮哦 然后什么 他可能就要求你 传一些照片 然后可是只要 因为他称赞你 你就会传很多 有的没的东西给他 然后因为那时候 你都还没有什么概念 我觉得看了 都会很担心耶 但是我 就是也有一种 就是你没有办法 阻止他们的感觉 这个感觉上 这个成年人 真的是要抓去关 对啊 可是这事实真的是 层出不穷耶 就太多了 对这真的 通常家长根本不会发现 然后就会发现 就是我们上次那个口交故事啊 哦 对啊 全部都连成一条线了 口交故事 就是上一集啊 就是那个 怎么好像 没有参与上一集的录制 你上一集 不是侃侃而谈吗 你上一集在干嘛 我只是在想说 是不是要让观众 让他没有听到上一集的 就是大概 简而言之 就是说 妈妈有一天突然发现 自己女儿的手机里 有她帮别人口交的影片 然后那女生好像是 国中生高中生吧 然后我就觉得 这种事真的是层出不穷耶 对的确好像在这个科技发展下 也有这个问题 但总觉得 这种问题好像从 可能我觉得更古早时代 就有在发生 因为感觉听到以前 蛮多那种古早时代 反而是你身边的人 可能会对你做坏坏的事 然后骗你啊等等 对所以我觉得 这感觉是一个 嗯 一直以来的一个 我本来也是要说古早时候 他们这时候都已经生了十个小孩了 哈哈哈哈 这 是意思啦 15岁的时候都已经是奶奶了 对哦 有个小故事可以跟你们分享 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讲过 就是因为讲到网路交友嘛 然后我们刚才有聊到说小学生 我也是搭捷运的时候 被一个小学生搭讪 蛤 反正我就在搭捷运 然后回家了 我一个人 然后旁边就有个弟弟 然后就说欸你打开你的YouTube 蛤 我说蛤 我想说第一个我想干你 你谁啊 然后第二个是 那我开YouTube要干嘛 他说你看一下嘛 我就打开了 然后他就说手机借我一下 然后就拿去搜寻 然后他说啊你要follow我哦 什么我帮你开启小铃铛了 什么 那我就一头雾水 然后他就下捷运了 哦 我后来理解是 现在小学生其实最流行的 社交平台其实是在玩YouTube 还有抖音吧 对所以他们可能会追求这种 追踪术啊什么的 他就陌生开发我这样 那他还有在更新吗 有他影片都蛮假的 就是那种小朋友站在镜头前面 然后没有让我特别有印象的事情 就讲一些话还是干嘛干嘛 对蛮特别 有我之前也有看过就是那种抖音 他们就会一直在那里唱歌跳舞啊 然后什么的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反正 我去那个司马库斯当 算是志工还什么的吧 然后教他们英文这样 那个小孩冲着我的地狱话 就是说你要不要来追踪我的抖音 然后反正他就是在上面 一直在那里面唱歌跳舞还是什么的 然后而且他们在抖音上都很红哦 就是观看数可能有几千的那种 我那时候就感受到文化冲击 还有我现在就对抖音的印象一直都蛮差的 又要喷一下了 一直跟阿强喜好 阿强喜好明确啦 反正我就是我现在突然想到这件事 我那时候很震撼耶 因为司马库斯也非常流行 对啊因为司马库斯在一个 就是你上去你深山上耶 然后你是就是你那个抖的 然后会晕车的那种 然后上面那里抖音 然后没事按你去 抖音 你是恐龙哦 我已经 什么意思啊 我突然开启笑 恐龙就是突然间就是那反应很慢 你打他尾巴一下 可能五秒后才会说 哦好痛 你要像你认识恐龙一样耶 你为什么会知道恐龙反应很慢 好你继续 对啊反正我故事结束了 就只是说 原来结束了 小学生就是司马库斯上的小学生 都很红抖音了 对 好啦不错啦 我觉得就是也没有不好 反正到时候他们都会好好的成长 其实现在担心也是没用的 是这样吗 对 好像没办法 你很消极的服务 长大之后就会发现 其实那段回忆蛮珍贵的 是这样吗 我以为是长大后发现 自己有很多心理创伤 都是在这时候发生而来的 这倒是 也是有可能啦 对啊也是有可能吧 对 但这个好像偏无解 再度无解 好吧 反正我现在那个每个结论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有解决的方式 对 听完 有啦 讲出来就是好一点了 对啦 心情舒淡一些 对还是这样吗 呵呵呵 好的 今天的分享还是蛮有趣的 而且我觉得 我们现在其实正遭遇到的一些心烦恼 就是可能在这个疫情当下 然后每天在家里 那个心理状态 衍生出一些不一样的 不管是模式 生活模式啊 交友跟社交上面 都有一些不一样的 新发展出来 对 所以感觉上 大家在家里 其实要更注意一下 自己的身心灵状态 对 今天阿强其实分享了 蛮多个面向的 还讲到孤独大臣啊 不同的交友的方法啊 那我让我想到一个啊 虽然我们做的是这个网路交友的一些故事分享的节目嘛 对 但我觉得其实在这个疫情下啊 每周跟你们录音 我好像也在网路交友 哦 对 因为这个疫情下难免孤单嘛 那感觉这个是在一个礼拜之中 我可能笑最多最大声的一个moment 对 突然好鼻酸 所以 哭出来 不用鼻酸 因为其实对啊 在疫情下 大家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 记得要找人说说话 对 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 大家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 你也会有一个感觉是 这是我一周笑最多次的时候 呀呼 不要要求太多耶 小月忘了 最多留笑最多 刷起来 我们一直喜欢打喜欢 他刚说什么 我刚才 小迪 小迪还在想不论人家留言 喜欢打喜欢 笑多笑 好笑打好笑 直播式的 好笑打好笑 喜欢打喜欢 好啦 对啊 那还是谢谢大家的分享 那对 我其实也跟小迪 有蛮有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个录音的过程 其实是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疗愈的过程 对 在这个每天 这么沉闷的生活底下 有一点心情的波动 就是在这一刻 叮叮 所以我再回到头 阿强问我 最近有什么快乐的事 刚刚就是我这礼拜 最快乐的时间 谢谢大家 哇 对 刚好接回来 这是我刚刚 发自内心的感觉 对 就是 起承转合 对 这个头接到尾 没错 我做完满集分 这个一定给你满集 虎头 虎头虎尾 虎头风 原来是这样 没有因为一般是虎头虎尾 那个虎头虎尾 但我觉得我们比较像舌头虎尾 我们每次开头都不知道在干嘛 对啊 还是 开头突然要进入一阵 还是小迪是 龟头虎尾 好的 这个 卡掉 动动耳朵 摇摇尾巴 所以结论是 见谍 无归 无归 这可以留啊 可以 所以其实结论是如何 要让自己的心智跟健康 就是来录podcast吗 就你也不要玩什么交软体 还是什么的 我觉得 有感觉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治疗的过程 我觉得关键就是 你要找几个好朋友 然后好好跟他说说话 讲出来就没事了 原来是这样 真的真的 对 因为其实站在心理资商 也是就是你说出来 其实可以 会好蛮多的 不敢说好 而是你也有个抒发的过程 对啊 大家一起一下 要多多讲话 这一点我妈倒是 做得蛮好的 不管我是在工作 是不是在忙 我妈就会 边喷着酒精 边擦地板进来 然后碎碎念 念她的烦恼 念完好像 仿佛烦恼都没了 这个就是大智慧了 妈妈的大智慧 原来是这样 说出来就没事 说我好烦啊 我好忧郁症啊 没事 讲完都没事 原来是这样 好的 我觉得很好 就是最后我们在听完分享之后 我们还自己好像更认识自己了 嗯 对 真不错 你是都这样 没有啊 下一集就是看你们两个 到底睡觉时间会是几点 对 下一集 然后看我们有没有变得更好 对 下一集讨论一下气炸锅料理 互相切错一下 我觉得可以 炸鸡块 你还可以做什么 哦 我气炸锅 气炸了 嗯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哇这个笑话 哇 有过来 我真的超烂 哈哈哈哈 这是时尚最烂 哇气炸了气炸 你真的好有勇气 欢迎气炸锅厂商 对啊对 就我妈可能会说 哎你那个东西要拿去气炸一下 我就说哦我气炸了 好谢谢大家 那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谢谢侯友仪 对谢谢侯友仪 来说大家留留一言好不好 跟我们互动互动 对从留文字就是一个先说话的开始 哎哎哎你说的好说的好 好那阿强呢 看他今天说蛮多话 我跟你讲你通常cue阿强讲什么 他都不会讲 他都讲不出话来 但是你跟他聊天 他就会无限延伸 这个人就蛮奇怪的 他就停不下来 奇怪 然后真的要好好讲话的时候 他又不好好讲 哈哈哈哈 哇谢谢 好啦最后用你的笑声 跟大家说再见 你看你叫他笑他又不笑 他叫他笑不出来 你不能控制我 反骨的 反骨女孩 好的 用安静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大家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 还是刚认识的朋友 这次有录到啊 上次唱半天都被录到的声音 不说 牛 不如不说 你抓被牛 狗狗狗狗狗狗 你可以有办法 比如说我今天要你从 比如说从羊开始 你就从羊开始念 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就跟那个学外语一样 就用背了 死背 就看我一种那种 教英文的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me too 你全部念完 我其实不知道我刚念什么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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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